MT123 海贼王DIY日記 大約在一年半前 我買了這支電錶 這台是寶宮的MT1236 跟平常一樣 這個影片不是業配 好壞請自行參考 當時我就想要分享這支電錶了 但是 它是怎樣 當時我還沒有摸透它 不過現在我應該可以簡單的分享 所以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裡面只有碳筆 電池還有這一支錶 剛剛還有一支K型的溫度碳棒 這個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再說好了 現在手上這一支碳筆 其實我不太喜歡用 那個在量IC的時候太粗了 看一下它的功能鍵 來這個是電流的檔位 為電流毫安 這個是赫茲檔位 這比較特殊 就是在量那個頻率用的 電容檔 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檔位最常用 電阻、風鳴跟那個二極體 這裡也很特別 是量溫度的檔位 不過它要搭配溫度探頭使用 這個是豪浮檔 下面那個就是電壓檔 這造型有點像太空船 好了話不多說 先裝電池再說 其實感覺起來還蠻省電的 而且用這種乾電池 三顆用了一年半還沒用完 這個 這個是我之前那一台DT9205 當時我買DT9205大概300多 兩個比起來的話 DT9205這一台的 轉盤比較沒有那麼紮實 最後黃色那一台主要也是 轉盤這裡有一點問題 就是歐姆檔的部分數據誤差太大 所以兩支比起來的話 我比較推薦這一款 現在慢慢試給大家看 這個是燈光 我下來試一下表比的誤差 這裡接下去應該是0歐姆才對 出現的是0.2歐姆 這個數字對我來講是OK的 使用一年半之後 目前的誤差是0.4 這裡還有一個照明燈 不過這個是我用不到的 兩個師傅半夜一局去修跳電 應該會有幫助吧 這個是K型的溫度探頭 以前我把它當作垃圾 現在我對這個東西呢 感覺到非常驚艷 很有幫助喔 這個探頭的工作溫度呢 在-20度到1000度之間 所以它可以很輕鬆的去測試冰箱烤箱 一直到電落鐵這些加熱設備 測了一下自己的手指頭33度 現在來試一下我這一台 快要掛掉的冰箱 就是這台冰箱讓我忽然渡到 欸我有溫度探測器可以用 為什麼不拿出來試試 這直接打到溫度檔 然後探測器放到冰箱裡面 就可以開始試了 我的冷凍庫現在只能到0度而已耶 好我知道啦 離那個標準溫度還很遙遠 所以才要換冰箱啊 我們來試一下冷藏窟 8度不能再低了 比對了三台電子設備 這個溫度應該是正確的 還好新的冰箱快到了 現在我們來試一下這個NCTV的檔位 NCTV其實就是非接觸室的電壓感測 那簡單講就是在抓電子波而已 他感應到這邊有電壓的話 他就會響 簡單講呢就是告訴你這個插座是有電 然後這個線頭也可以量喔 這樣子呢就可以馬上知道 這個電線上面到底有沒有電 不過你如果是要找牆壁裡面的電線的話 這是沒有辦法 但是抓電線倒是沒有問題 這個功能對我來講 其實也是用不到 來現在來試試看我們的赫茲檔 量一下電路的震盪頻率 現在隔空量到電路板上面呢 25K赫茲的震盪 探比接上交流輸入呢 我們量到的是60赫茲台電的頻率 這個除了量台電的試電頻率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量電路板上面震盪的狀況 例如電源管理芯片是否起震 我們用這個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DK124電源管理晶片 我們直接量它的接地跟輸出端 就可以量到它的開關頻率 它這個是動態的 目前大概是54K左右 所以量到這裡就可以斷定了 這個芯片呢 它是OK的 我們在電路上啊 會震盪的地方其實還蠻多的 可是對它要有一個理解 不是說只有這個電源管理芯片而已 就比如說 這個光偶啊 其實它也是會震盪的喔 你看它有300多K耶 不過這個赫茲檔啊 其實我平常也沒什麼在用 改天有什麼頓悟的話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電容檔 電容檔的話其實 這個就蠻直覺的啦 只要把電容的兩端跨接在這個探比上面 就可以知道它的電容量 這個馬達拆下來的運轉電容 這個馬達拆下來的運轉電容 來我們看一下 它應該是330mm啊 好這邊量出來是342 你有沒有發現這支錶其實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不管在量取什麼數值的時候啊 它出數據的速度都比較慢 我在想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在量比如說歐姆檔啊 或是電壓檔的時候 所有的檔位呢 我不用去選刻度 像現在這支電容錶啊 像現在這支電容錶啊 我只要選好檔位之後 一接上去馬上速視就出來了 所以寶公這支錶啊 對於這一點我不是很喜歡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支電錶的基本功能 電壓量測 它這個部分呢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等一下我要把它的線路呢做一下調整 我們直接來量測馬達的運轉電流 這個是之前有在做直流風扇測試的一個紀錄畫面 在這邊呢我們量出來呢 馬達的電流量只有0.12A 再來看它的歐姆檔位量測 你看又要等它一下 這一點其實有點煩 這46K吧 所以每次用到這個部分的時候啊 我就會想試試看它們另外一款 MT-1220手動式的 啊我回去看了一下 那個手動式的好像不能量溫度 這真是兩難了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二集體的檔位 用這一款電錶它測出來的呢 是二集體的屏蔽電壓 正常來講二集體的屏蔽電壓會在0.5V左右 如果被擊穿的話呢 這個屏蔽電壓是會下降的 我們用同樣的觀念呢 可以來測這個機體電路 相關的簡易操作模式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們之前出的那個影片 獻給新手的三用電錶大補貼 啊講那麼多 海濟王這支錶可以買嗎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的 當初買這支錶好像700多還是800 現在有很多套裝齁 它就是說 比如那個K型的溫度計 它沒有放在裡面的話 我有看到最便宜好像才300多塊 但是那個溫度探頭啊 我用了一次以後 好像就拖不開了 還有那個二集體的檔位 我覺得也不錯 雖然那個自動檔位啊 我沒有很喜歡 但是總結起來呢 CP值還是不錯 這個啊就是我開箱開了一年半的心得 好吧就這樣子吧 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淨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的英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 喜歡嗎